比如说一方面说 小碎碎要废除 一方面说不能够废除 好 那么你不要废除的原因是 1234 要回家的原因1234 可能将近450亿 是不是 一方面说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东西 另一方面说 哎呀我们不要了 这个东西不好的 退掉好 那么你要的人 当然他不用讲说 他已经有这个东西 有钱了嘛 那不要的人 那么你一定要跟人家解释 这个钱我要从什么地方拿来 你要向人民解释 我要这样拿钱 我要这样拿钱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 使到我有足够的钱 来执政 所以你一定要 我们的财政预算 要把四千五百万都拿掉了 我们要什么地方找回来 来填补这个 他一定要解释 所以所有的先民要决定 谁讲得对啊 我可以相信任了一方 从那边就投一张票 我相信这一方 相信了就可以支撑了 是要先民相信你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星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